国庆乡农会预计将明年甘邻村农会总部搬迁到国庆公所旁 除了方便往后办理相关业务不用在两地奔波 甘邻村的总部也将规划成咖啡故事馆 并邀请在地小农规划农村市集等将这块土地活化并推广在地产业 国庆乡原来本会所在我们就做专门的一个条件 我们要把这个国庆乡分部那边变成一个行政区 把我们有四个国庆乡来刷在那里 包括信用部、保险部、费家部、费物部 现在刷过这边就扛出来 扛出来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个酒恶咖啡故事馆 将来就变成我们要行销咖啡和隆地散 因为透过一个意向景观的一个工程 和这个酒恶咖啡故事馆的一个呈现 将来有法度把所有观光客聚在这里 带动我们地方农産品在地直接行销 县远林芳宇肯定国庆乡農会的用心 也希望在明年咖啡故事馆完成之后 能够吸引游客前来国庆消费 帮助地方产业的推广 国庆咖啡已经远近迟名 希望说在这里做一个咖啡的故事馆 以及除了咖啡之外 也可以当地的一些农特产的一个规划区 我相信能够将我们地方的这些产业 更加的集中 在这里有一个点 我相信也可以让我们外地的游客就近 从国道我们的国性的交流到下来之后 也能够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产业 县议员陈宇君表示 农会能够将老旧的管售活化 推广地方在地产业 非常值得来赞许 也希望未来能够帮助农民的作物 都能够得到行销 进而带动国性产业的发展 我们的居民要去洽工的时候 就会很方便 事情可以一起办 那再来呢 原来的这个国性农会的这块地呢 即将要成为咖啡故事馆 结合我们在地的农夫市集 那我想这几年呢 咖啡已经成为国性呢 非常亮丽的一个行销的点 那现在呢 透过这个咖啡故事馆呢 不但能够造成一个观光的亮点 那再搭配上我们在地的这个农夫市集呢 又可以推销我们在地的一些产业跟农产品 所以呢 可以说是呢 一举数得 副一长潘一泉 肯定国性乡农会的用心 相信在咖啡故事馆规划完成之后 可以吸引外来的游客 在此驻留 品尝国性乡优质的产业 进而带动地方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国性乡采访报道